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8月8 170万香港市民贸易集会和平表达五大诉求之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一次被迫露面了 8月20日她在记者会上表示 将构建对话平台与不同政治不同背景的人士共谋出路 不过林郑绕来绕去就是不对民众的五大诉求做正面回应 在早间的港台节目中 时政援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 民阵发起831大游行或许是一个黄金机会 因为北京最高层已经设下了死线 要求在10月1日前平息香港失态 北京划下死线目的自然是不希望香港在十一国商事添乱 但林郑仍然不回应市民的诉求 也必将引发市民更多的抗议活动 田北辰收到消息 说北京当局已经要求港府在十一前处理好香港问题 他认为这个死线可能定在两周内 也就是9月初 这个时间应该说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按照中共十年大庆这个惯例 中共很可能要在篡政70周年国商日要举行各种活动 而此时香港却飞出了黑天鹅 这就让北京相当心烦 能力平平的林郑对很多事情的处理 是套用中共的手法 把港人累积已久的那个怒火完全勾了起来 从6月至今 大小规模各种反送中的集会游行有几十次 周周有游行天天有抗议 北京担心十一期间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冲淡北京的活动 所以现在北京是急着要解决香港的问题 不能影响国商日的活动 昨天有5名拿着中共五星旗的人士到港府去请院 说示威者是失去理智的恐怖分子 要求林郑促请北京派兵入港进行镇压 那这处闹剧明显反映出 中共很着急 可是却没有好办法 所以只能用这种低智商的把戏 向港人进行恐吓 但是如果中共真的出兵的话 可能要受到美国制裁 这就让北京有些投鼠忌气 所以北京又想了个办法 前天 中共重新给深圳进行了定位 要把深圳建成示范区 中共的用意当然很明显 就是想让深圳替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谈何容易呢 香港拥有联系汇率 自由贸易体系等制度优势 也有深厚的金融基础 而深圳却要受到中共外汇管制 限制资金的自由出入 另外香港的法律 尽管已经受损 但是仍然比大陆的法治完善得多 加上它有监管制度 可以比较充分的保护财产权 这是有利于国际商业活动的 那香港是打又打不得 替代又不能一时成功 所以北京只好向港府施压 要临政尽快摆平 田北辰认为 港府要想让北京相信 香港的局势已经平稳 必须要做些什么 使831游行的人数大幅减少 而且在游行之后不会出现暴力事件 众所周知 由港府修例引发的这场民主运动 现在港人有五大诉求 分别是撤回逃犯条例 撤回暴动定性 撤回所有抗争者控罪 追究警队滥权 和立即实行双普选 田北辰认为 港府最起码也应该回应两个诉求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撤销 修例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平息很多 合理非市民的怨气 而独立委员会的成员 他认为应该有法律背景 政治中立和公信力 应该有发出逮捕令和搜查令 这样的权利 大家知道 反送中事件中 有很多迹象表明 警黑勾结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T21元朗黑夜事件 无差别的暴力袭击市民 警方接报以后 39分钟才到达现场 有媒体还拍下了 事前警方跟黑社会 相互串通的场面 那如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话 就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彻查 不过林郑一直坚持 由监警会处理 并且说已经拼起了 海外的专家协助调查 将会在六个月内提交报告 可是这种解释 难以令人满意 显然是一个拖延战术 那这也不难理解 一方面可能是 北京不许她这么做 另一方面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被调查的可能就不只是警方 甚至会牵连到林郑 因为警务处是在 港府屋檐下做事 所以林郑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过外界也明知 她是在奉行北京的命令 但作为港首 林郑也同样难辞其咎 而林郑酒托不应 这也正是港人不满意的地方 港人早就喊出了 不撤不散 遍地开花 信息显示港人现在正在 酝酿更多的示威活动 民阵已经在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计划在8月31号再次举行大游行 路线暂定是由折打花园到中联办 另外本周五就是8月23号 晚上的7点到9点 香港之路抗议活动很可能要登场 有网民在连登表示 7点到8点是集合 然后8点到9点是 手牵手的方式筑成人链 9点和平散去 这是模仿1989年 波罗的海三国的人链抗议活动 当时呢 爱沙尼亚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呢 是手牵手组成了600公里的人链 向苏联表达抗议 而港人发起的这个行动 将在港铁的港岛全湾和关塘 三条线路上同时进行 总长是32公里 有学者估计 假设每个人占据一米的话 那么有三万多人就足够了 另外还有网民发起 824和你塞机场交通压力测试行动 呼吁呢 当天中午在12点的时候 要使进出机场的这个交通压力上升 目的就是迫使航班停飞和机组人员延迟 使航班延误 做法就是让有车的士兵驾车 沿着机场主要干到安全驾驶 没车的呢 到机场以后搭出租车回家 另外 8月24号、25号 关塘和全奎清还可能举行游行 正在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好的 感谢你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